自从上次知道,狗狗剪一次毛等于自己剪一年的头发 果爸就坐不住了,嚷嚷着要自己给狗剪毛 刚好最近果皮的毛长长了,就看看这个钱到底能不能省 连石抱佛脚,网上找教程学着给狗剪毛 好了,学会了 我咋感觉有点不靠谱 他干了第一步洗澡 为了不洗澡,平板支撑都学会了 选者的心彻底死了 第二步,拉毛 这一步很简单,就是吹干,把毛发梳得蓬松 像不像三分样,还跟往上学的把吹风机架脖子上 双手给狗拉毛 不管技术怎样,装备还是得到位 下面就请欣赏果爸一个小时的学习成果 先把整个后背的毛剔短 这一步看起来还是很解压的 糟糕,汪姬下一步改剑那力 先唱反交程 我成小白鼠了 学会了,接着剑 以前正立老师都是给他们把腿修成保龄球形状 不过这个难度有点高 果爸就直接全部剔短 最后就是最难的脸部造型了 好与不好都写在脸上了 成败在此一举 最后欣赏一下对比图 大家觉得果爸这个手艺值多钱呢 avocado 炭 吃 吃 吃 谢谢大家